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会出现一个反弹 当然今天是一个美国股市大涨 所以我们今天就开高上去 盘中震荡拉回拉回拉回到平盘 然后尾盘又拉上去了 所以今天这个盘它基本上 从盘面上的价位来看 它有在做一个震荡洗盘的动作 也就是说近期这个行情 看起来今天的台股 没有美国股市这么强 当然这是有原因的 所以我待会跟大家讲 首先我们来看今天的报纸的头条新闻 你看今天它有头条新闻 是台股断头卖压涌现 然后融资维持率降到100%至140%的 有没有 我昨天有没有跟大家讲说 今天会到140以下 那今天是138 138 追缴令建在弦上 这个我不知道头的朋友 你看到今天这个报纸上 这个头条新闻 你看到这个东西 你会有什么想法 但是如果说你在股市大概 时间比较长的话 二十几年三十年的话 如果你看到这个的话应该是很兴奋的 因为你知道这个新闻它代表的是 投资人赚钱的机会到了 因为每次基本上只要一段头 后面行情就开始大涨 几乎百分之一百 我们不能讲百分之一百 大概百分之九十八有 少数很少很少说断头没有涨的 基本上只要一断头 后面就是大涨 所以今天这一则新闻 看起来是很耸动的 看起来是觉得很恐怖 但是如果说你在股市多年 你用多年的角度去看它 如果你是股市老手的话 如果你是新手当然你就会害怕 因为你没有进过这种行情 但是你是老手的话 你看过这种行情 基本上你看到这一则新闻的话 你应该心里面应该知道 这个买盘买进的赚钱的机会到了 所以我跟大家讲 当每次出现这种新闻的时候 都是后面准备要阻底 然后见底部以后 大涨的讯号 所以这个我先跟投资朋友讲一下 当然今天这种盘势上在震荡的过程里 跟这个新闻也有关系 因为大家大部分的还是会害怕 因为大部分的投资人想要买到最低点 你想买到那个最低点 所以你现在不敢进场 你会想说最低点什么时候出现我才要进去 但是基本上如果你不是想说你要买最低点 因为有些股票 它的低点它跟大盘是不同步的 有些股票它是领先见低点 它就比大盘还来得强 然后它先往上涨 它不见得跟大盘同步出到低点 因为股票有三种 第一种是领先大盘的 第二种是跟着大盘同步的 第三种是落后大盘 然后大盘涨了 它在后面才落后补涨 这叫补涨股 所以股票基本上 不是每一档各有跟大盘会同步的 它有分三种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就要先观察 哪些股票它已经领先出现一个强势的形态 因为这些股票呢 它都很有机会在下一波 整个大盘直稳的时候 它会形成下一波的主流的之一 这就是我们现在要去观察 而且现在我们要特别注意的这个现象 所以我们再看 今天这个新闻是全球六大利空 那样完美的风暴 像这种你看 又说要提防金融危机 所以你看到像这样子的情况 旁边上今天为什么会开告 以后会拉回来 就是这种新闻这么多 光看了就快吓死了 光看了就不敢动了 怎么敢去买股票呢 所以这里你反而要思考说 现在投资人都不敢买股票 融资都在减 昨天又减了四十几亿了嘛 对不对 那今天我预估还会在减 因为今天盘中是拉高 然后盘中是快要杀到平盘的 甚至有破平盘 所以呢今天应该还是会减 但是尾盘拉上去表示 今天尾盘有人进场了 所以你要去思考的是 如果这个行情投资人都不敢进场 大家都在观望的情况之下 那为什么会有一些股票在拉尾盘 那有些股票能够强势的烫跌 强势的上涨 这个买盘到底来自于谁 投资人你就要注意到 因为这个买盘不是来自于一般投资人 一般投资人在这个行情 基本上是不敢去买的啦 那你说放空也不敢放空了 为什么 因为它这个急跌段 你会去放空 它突然会跟你急速反弹上去 你不是又空到跌点 所以你放空你也不敢放空 那做多呢 这个地方大家也不敢做 因为怕出行情还会再往下破底 那还有就是想要买到最低点的 这个心态嘛 如果你不是想要买到最低点的心态的话 如果以中长期角度来看 这个地方是相对低档区的 这个是相对低档区的 那我们要怎么样确认这个行情 是出现低点 这是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的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昨天9月28号 我跟大家讲说 明日见低点反弹机会大 今天有反弹68点 因为我认为这个融资 这个维持率 融资维持率 昨天是144% 那我认为会跌到140%左右或者以下 这是我昨天认为呢 今天这个行情会反弹的机会 在这个地方 而且它也跌破了 我这个技术面的测量的满足区了 所以我认为它会来做一个反弹 这是我昨天讲的重点 那今天有跟着做反弹 但是反弹的幅度跟反弹的力道不是很强 所以我今天就要跟大家讲 今天9月29号 我就要告诉大家说 筹码面它已经来到相对低档了 那怎么确认筹码来到相对低档呢 上次这个融资维持率也是杀到140% 也是报纸上也是出现说 这个融资要断头了 融资要追缴了 追杀令要出来了 也是一样 情况又发生一模一样 那当时呢 整个大盘大概在这个位置趋 在这个位置趋 然后杀下来后来这边反弹 反弹这个再破这个前波低点 再破一次低点之后呢 就开始往上拉了 当然国安基金说要进场 也带了一部分的买盘进来 然后还有就是说 正好美国股市也反弹上去 所以这波造就的是美国股市的反弹 跟国安基金说要进场 所以拉抬了这个1500点左右 那它的低点就是一个现象 就是第一个就是融资的维持率呢 杀破了140 第二个呢报纸上的新闻 也是跟今天也是一样 出现同样的道理 那第三个我们就要看技术面 技术面呢我们怎么样确认 它出现低点 你看它这一次跌到这个低点之后 上一次反弹上去 又回到低点以后呢 再突破上去 那这里呢是不是打出一个小W底出来 打出一个小W底出来 它突破了颈线之后呢 就正式会出现底部形态出现了嘛 所以这个底部形态 出现了之后 就开始涨1500点上去了 那目前这个大盘目前来看 还没有看到明显的底部形态 它没有出现 例如像W底也没有出来 N型底也还没有出来 所以现在市场买盘还在观望嘛 因为它还没有打出个形态的多头形态出来 它还没有打出来 所以这个地方从往面它到相对低档 所以我才告诉大家 目前就还要看技术面 它需突破来做确认低点 首先第一个它至少要先突破13732 这个1373它至少要先来突破 因为你突破这个低点的话 表示这个前面破底的这个卖盘是卖错的 是卖错的 所以你如果突破13732的话 那表示这个地方 它就有机会出现第一只脚 未来它有可能出现两只脚 然后上攻嘛 那你至少先要确认第一只脚 第一只脚就是你要先过13732 所以明天你观察 这个行情有没有过13732 如果过的话 这个低点先可以做确认 第一只脚至少先做确认 那现在融资的维持率呢 已经刷到138了 所以我跟大家讲 出马面已经来到相对低档去了 这个是做确认的 目前就要看技术面 有没有做突破 那如果说这个行情真的出现突破了 那这个行情真的出现低点了 这个行情第一只脚打出来了 那什么样的个股呢 就会这个地方先领先往上面涨 有机会先做突破 或者有机会先大涨一波 什么样股票有这样的机会 好 这是我接下来跟投资朋友 来做一个分析的 那我们来看 中国延长新能源汽车 免征车购税到明年底 我上次有没有跟大家讲说 大陆呢 中国大陆在今年的第二季 他们就已经调降了买车的购置税 调降一半 当时我在节目上有跟大家讲过 我说这个地方会造成 跟台湾有连接到中国 汽车的相关的产业呢 它会跟着售费往上面大涨 所以我跟大家讲一下 河大 湖联 维森 剑林 这些股票是不是都是维持在右上角上面 到目前为止他们都还在右上角 也就是大盘跌的一千百顿 对他们来讲没什么跌倒 因为他们背后有基本面的支撑 那今天我要跟大家讲 是这个汽车的这个免征税政策 它原本是到今年底的 那结果它现在最新公布 它说要到明年底 延长到明年底 也就是到2023年的年底 所以你如果说这个免税的政策 持续在做推广 它代表一个意思就是说 大陆还是想要救经济 他们认为现在经济还是不好 所以他们还是要紧抓着 龙头性的产业 汽车产业 来做一个拉抬 所以对于台湾相关的类股 它还是会有帮助的 而且这些产业 他们变成他们在政策的扶持之下 像这种汽车相关的类股 他们会持续的震荡走到上去 他们会持续震荡走到上去 因为他们业绩还是很好 因为他们汽车卖得好 相对带动他们业绩再往上成长 那股价就会怎么样 股价就第一个它在大盘跌的时候 它就能够相对的强势 第二个大盘只稳 它都能够先往上面创新高 所以你看我昨天有跟大家讲 胡连 胡连我跟大家讲 这个是强势股在补跌 因为它是先创新高的股票 那么先创新高后强势股补跌 我昨天有跟大家讲说强势股补跌 代表什么意思 强势股补跌代表市场上理性 已经变成非理性的一个卖压出来了 也就是说原本这家公司 它的业绩不是说八月份好而已 九月份还会持续往上成长 甚至十月份十一月份 它都会持续的成长 持续的赚钱 像这种公司基本上是不会卖的 因为它后面还有高点 但是如果哪一天它出现 连它都在往下面跌 那表示什么 表示这些本来很理性的投资人 他都已经开始非理性了 他不管三七二十一 他就先卖再讲 那我昨天有跟大家讲 像这种非理性的一个 这样子的情绪 通常都是在两个情况下出现 第一个是在大盘头部的时候会出现 大盘来到相对高点头部的时候 当时大家也是失去理性 就是被贪心所蒙蔽的双眼 就是要买股票 因为你看到股票一直在涨 一直在涨受不了了 不买不行还会再涨 所以你已经被贪心蒙蔽了 你的理智的心态了 所以你那时候就会买到高点 那都是相对的高档区 那第二个情况就出现在底部区的时候 当你的恐惧已经超过你的理性的时候 你只想逃离市场的时候 这时候就大概底部接近到低点区位置就出来 所以我跟大家讲说 像胡联他做车用连接器的 那么他也是呢 我在节目上也跟大家讲 他也是跟自价相关性的题材 那我说跟自价有关系的股票 你千万不要乱杀 为什么 因为自动驾驶这一块 我告诉大家 它是一个长托的格局 你不要看他大盘短线上在这边做拉回 大盘很像看起来还没有进到底部 还没有做确认 看起来很像要再往下跌 你就把他的股票卖掉 我跟大家讲 像这种强势股补跌之后 你卖掉 你都可能卖到相对低档区 昨天9月28号跟大家讲的这个重点 那我们看今天9月29号 今天就拉8块半上去 所以我就讲过 你如果看昨天这个大盘往下击杀 你一时受不了 你想先卖再讲 后面如果怎么样 行情稳了我再把它买回来 很多投资人会这样想 但请问一下 你昨天卖掉了 今天它直接开高上去 你买得回来吗 你昨天才刚卖而已 你昨天才刚卖 看他杀下来 你昨天把他卖掉 强势股补跌你把他卖掉了 你松了一口气把他卖掉 终于不用再受这种行情的 这种那么恐怖的 很恐惧的方式在挤压了自己 你松了一口气把他卖掉 但是你会发现到你卖完以后 怎么今天涨上来 所以我讲过股票跟大盘 不是每一档股票跟大盘走势是相同步的 有结果个股它会领先的见到低点 那我就跟大家讲说像这种领先的见到低点的股票 他就有机会在下一波当主流 那我要跟大家讲的 每次融资只要一断头下去 基本上后面行情涨都千点以上的行情 你看上次这个大盘跌破14000 结果涨到15500 是不是涨了大概1500点 是不是超过千点的行情 所以我跟大家讲这一次往下跌 大家又开始告诉你融资要断头 融资要杀了 那未来这个10月份 我认为10月份会出现跟中长虹 因为9月份大跌嘛 那10月份就会出现长虹嘛 所以未来这个行情也会有出现 只要断头以后 都会出现千点以上的行情 那你说你把它杀掉好投资朋友 有些股票你一杀掉 你发现你买不回来 你真的买不回来 今天开高上去开这么高 你昨天才砍了 你今天怎么可能买回来 对不对 那如果它后面都没有再破低点 它持续一直震荡走高呢 你就买不回来了 它就一直往上涨了 它明天不用大涨 明天只要涨了2块3块 你还是不会买 因为它没有回到你当时卖的成本 你还是不会买 那它就有可能这样一路震荡走高上去了 对不对 这就是我跟大家讲的 很多强势的个股 很多好的个股 你用短线的角度去看它 你看它大盘在跌 你把它杀掉 你都会杀到一个相对低档 好我们再看一下 这两个股3587的鸿康 这也是强势股补跌 我昨天有跟大家讲过 它做半导体检测分析的 也是跟车用电子检测分析 它有切割到这一块 那半导体它怎么样提升它的良率呢 对不对 现在大家都讲良率良率 要怎么样提升半导体 晶圆这部分的良率 就是用这个 就是用半导体检测分析 来测试它的良率 测试说 这个半导体这一块晶圆 有没有什么问题 问题出来什么地方 该怎么改善 谁在做的 就是鸿康在做的 所以你看它后面 不管是延电也好 台积电也好 包括上三星 很多大客户都是它的客户 所以它的营收其实是很稳定的 我昨天跟大家讲说 去年赚9块8 今年我预估应该赚到10块钱 因为它要切入了这个车用电子 今年搞不好可以赚10块钱以上 所以像这种个股 这种急刹下去 我认为都是有点抄跌 有点像强势股补跌 那昨天是9月28号 那我们看今天9月29号 它今天是不是拉上去了 是不是差一点拉涨领板 对不对 那你说你昨天卖掉 那请问一下你今天怎么买 你今天怎么买 你告诉我 你买了下去吗 你昨天好不会看它卖 看这个大盘往下跌 你终于什么 受不了了把它砍掉了 你砍掉了 你砍掉完以后 那今天就涨9块半 涨了快 快涨停板半根定板以上 你昨天刚卖的 你今天买不回来了 所以像这种个股呢 那后面如果没有破低点 你根本就没有 你根本就没有什么 你根本就没有买回来的 这样子的一个勇气在了 因为你如果是卖的 它如果价格是比你卖的还要高 你根本不想追了嘛 大部分投资者都这样子嘛 对不对 就算你100块钱你把它砍掉了 它如果还涨到110 110你不会买啊 你觉得它比你砍成本还要高 你怎么会去买 那涨120你也不会买嘛 它如果从 开始从110120 慢慢涨到130 140 150你就没了 你就砍到最低点了 因为那个低点你把它砍掉了 所以我才跟大家讲说 当你看到强势股补跌的时候 就是市场非理性的一个 相对来到一个高点了 那很多人可能会砍股票 把它手上一些不错的股票 把它砍掉 砍在一个相对低档区 像你昨天砍掉了 你今天就买不回来了 我们昨天我们跟他讲 像这种股票都是好股票 像352的同志 你看同志也是一样 我认为他三天不破底 他就会开始震荡走高 今天涨6块很上去 细致财的金星科 股价高是在整理 我说中美贸易战的受惠股 早盘差点涨停 这样个股比较可惜 尾盘几乎收到最低点 但是不能看说看一天 不能看一天 因为这两天可能震荡 震荡又上去了 因为他股价还是维持高是在整理 可能说今天上攻的时候 有一些卖压比较重 也不能说他今天这样开高走地 就认为他转弱了 股票也不能看一天了 只是说他今天这种走法是比较可惜的 如果说明天开高再震荡走高上去 他就又转强了 又往上攻了 包括像是这个重达 这我在9月27号跟大家讲重达 这个你看他也是属于右上角的股票 你没有发现 像这种个股呢 都维持高支在整理 都算是多头的股票 我这里跟大家挑的股票 都是偏向多方的股票 那什么叫多头股票 就是他没有破底的股票 就是说大盘目前是在右下角 但是我跟你讲股票在右上角的股票 那右上角股票是一般投资人 不会去买的股票 为什么 因为大家只想减便宜嘛 大家只想买右下角的股票 买台积电嘛 结果台积电买完也会往下跌嘛 对不对 那我跟大家讲说市场上的逻辑是这样子嘛 那赢家永远是少数嘛 那这些少部分的人他会买什么 买大家大部分不会买的股票嘛 那大家都想买什么 大家都买什么ABF嘛 窄版嘛 因为跌很深够便宜嘛 所以你看那些ABF股票 为什么一直往下跌 对不对 那他们的融资都很高嘛 那你说他为了反弹空间呢 一定很小嘛 因为我跟大家讲过嘛 散户都在里面的股票 怎么可能会有主力大户去拉 拉让散户解套 今天你想想看嘛 今天如果你是主力大户 你会去帮散户去拉股票 让它解套嘛 对不对 这是很简单的道理嘛 所以我为什么跟大家讲说 像这种股票我前两天都跟大家讲说 股票你要记得 我跟大家讲四种股票不能碰 有一种是高融资股票不能碰 因为你去碰它 它不会大涨的 就在行情直跌了 开始反弹了 它空间也有限 因为不会有主力大户去帮散户去拉股票的 不会有这种主力啦 永远找不到这种主力大户 不可能的 所以你要做什么 你要做这种股票 为什么 因为这种股票表示主力还没出啊 所以它跌不下来嘛 它为什么能够维持在高支在整理 因为它筹码相对安定 因为主力还没出货嘛 那为什么主力没有出货 因为它看好它后面的基本面还会往上成长嘛 我们跟大家讲资料中心升级 它做资料中心升级 那接下来400基的规格往上提升的话 它是最大的受惠者 所以像这种个股你看 今天9月29号 差一点工涨停了 就大涨7块钱 所以你会发现到 奇怪今天大盘并没有大涨 为什么我之前跟大家讲 股票今天都大涨上去了 就是跟你讲 强势股在领先止跌 领先往上涨的迹象 这个很明显的出现 那我在节目上也跟大家讲说 政府今天去拉台积电 根本就是错误的策略 我已经讲过了 你去拉台积电等于 帮外资在那边每天到货 你每天拉它拉不上拉不动的嘛 你看台积电那块撒掉会破底的 因为外资已经看破你的手脚了 外资也知道 反正你只会拉台积电而已 那你拉多少我倒多少货给你 那你说台积电业绩真的那么差吗 没有啦 台积业绩没有那么差啦 那为什么会跌 对 就是外资 它是外资的提款机啊 我讲过了啊 对不对 外资为什么要提款 台股为什么要提款 因为美元的升值 美元的强势跟台币的弱势 在那边价差那么大 他要把什么台湾的资金卖出去 他要什么 回归到他本土的资金上币回去嘛 因为这利差太大了嘛 那他要卖第一个卖谁 一定找台积电嘛 所以台积电不是基本面问题 所以你不要说老师 是不是你看坏台积电 没有 我不是看坏台积电 我是看坏台 我是看坏台湾的这币值的贬值的情况 跟美国差太多了 所以外资一定会卖台股 外资会卖台股 他一定从台积电那边来提款 所以你懂得知道 你自然知道台积电 外资每天卖100亿 200亿 100亿 200亿 这样卖台积电这种卖法 那我问你有多少钱 你政府今天有多少钱 可以去护台积电 你护得住吗 护到后背一定会失败的嘛 我讲过嘛 那你要去护什么股票 你要去拉这种股票嘛 为什么 因为这种股票 业绩在往上成长嘛 你拉这种股票市场上就认同了 你知道吗 那可惜我 人为言轻 不会有人听 那你看这个仲达 他快创清高了 我认为这个趋势线 这条趋势线没有破 后面就会创清高了 好 那我要跟大家讲 还是要 这个地方我还是要跟大家讲 别人恐慌的时候我贪心 筹码换手 赚钱的机会来了 如果你认同我的看法 你想要在地长区跟着我进场布局 赚钱 那就请你打0800 37 088 好今天讲到这个地方 祝大家操作顺利 我们明天见 谢谢 谢谢